小故事大智慧 未亲赋米 孔夫子有个学生叫子璐 子璐很孝顺 常常走到百里之外 把米背回来 让他的父母吃 后来子璐做了大馆 每天饭菜非常丰富 子璐反而吃不下 人家就问他 这么好的山珍野味 你为什么吃不下 子璐对大家说 这些饭菜 与不上我帮父母 背了一百里之外的白米香 而且我的父母 现在也没有机会 来吃这样丰盛的菜肴了 子璐能时时想着父母 替父母分忧 他觉得 只要能奉养父母 过这种生活也非常踏实 非常欢喜 孝敬父母 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而且也是每个人成长中的必修客 孝顺没有贵贱之分 上至帝王 下至寻常百姓 关键要看你 对父母是不是 发自内心的敬爱 所谓 疏于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心不怠 行孝当即时 错过机会 将是终生的遗憾 所以 我们应在父母健在的时候 敬我们最大的努力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